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介绍的是 Leica 240 Hello大家好 我是Frankie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Leica 240相机 其实这个相机 已经在2012年推出了 为什么现在我才来介绍呢 因为那个时候 价格比较高 大概是港币的 7万到8万左右 相对现在来说呢 只是 港币的2万 左右 那个价格的比较大众化 都很多人 开始用 当然了 这个已经没有在生产了 只有二手 但是用Leica的用家的一般来说 对 器材的都比较 爱惜 所以保存的比较好一点 那这个240呢 其实 它是2400万像的 是一个 CMOS的感光体 Full film的 全篇幅 而且呢可以拍那个 短片 是1920x1080的 Wingfader的相机来说呢 只有这一部 是可以拍短片的 到M10 其实也取消了 M9也没有 M9也没有 所以 只有这一台 如果你想拍短片 又想拍 相片的 只有这一台 M9也没有拍短片 Display呢 就是三串的 而且 那个 解像度 是92万像 电池方面呢 是 1800mAh 比如说 有 两个电池呢 去一个 6天的旅行呢 是不用充电 也可以了 连电池的重量是 680克 680克 那个 Wingfader 那个Full film line 是0.68 跟胶卷机器呢 是很接近 胶卷机是 0.72 这个240呢 其实跟其他的 Wingfader的相机 是一样的 比如说他在那个 观景枪里面可以看到 有一个 这个符号 其实一般来说呢 只是看到其中的 一个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个左边的三角 就代表这是 光线不够 暗了 而中间这个呢 就代表 那个圆点 就代表就是光线 刚刚好 右边那个三角呢 就是 光线 太亮了 如果你看到这个三角 把那个 快门的粗度 那个 Dial 往这个方向 扭就行了 比如说你看到这边 右边那个三角 你就把 快门那个 转 转盘呢 向另外这个方向 扭 那就可以了 那你拿到中间 这个就是 对光 就是测光 正常 的意思了 我们不断会有 影片上载到网络上 希望你们 喜欢我的影片 还有给个 赞我们 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